中篇小说《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作者 陆瑶 玲玲出去玩了 屋里就哥哥一人 她照例爱抚的对她微笑着 欢迎她回到家里来 卢若勤先急着问 家里出什么事没 哥哥笑了 应该忌讳这样的问候 她给她沏了一杯茶 放在桌子上 说 可能要出一点事 但肯定不是坏事 罢了再说 你先喝茶 她看来兴致很不错 卢若勤心里很高兴 她坐在椅子上 一边喝茶 一边打量着这间她熟悉的屋子 她觉得这屋里似乎有了某种变化 是什么呢 她一下也说不清楚 屋里的东西看来没什么变化 没增也没减 一套崭新的沙发 大立柜 半截柜 双人床 电视机 雷起的四只大木箱 套间的门上还挂着她买的碎花布门帘 半天她才发现 是哥哥的身上有了某种变化 不是衣着装束 也不是其他 而是精神状态 这种极微妙的变化 只有极亲近的人之间才能觉察到 她看见 哥哥脸上忧郁的愁云消失了 苍白的长脸盘上透出了淡淡的红润 腰板也挺直了 走路带着某种矫健 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心灵的深处往外溢 她记起了哥哥刚才说的话 亲爱的哥哥到底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呢 吃罢午饭 玲玲和她的一群小朋友在看电视 哥哥对她说 咱们到后边体育场转一转 她乐意的答应了 他们慢慢的躲着碎步 来到了体育场 刚吃完饭 现在这里还没有什么人 他们在跑道上走着 先谈论了最近报纸上的几条重要新闻 谈完这些后 哥哥突然开口说 给你换个学校行不行 为什么 他有点奇怪的问 他沉默了一下 点着一支烟后 他说 我可能最近要结婚了 卢若勤不由一愣 他很快把哥哥这句令他震惊的话和他的前一句话联系起来想一下 突然 你和刘立英结婚 你和刘立英结婚 她的牙齿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哥哥点了点头 我这几年苦啊 现在 灵 vill sel 灵灵也大 着 灵灵也大一点了 我也 他望着妹妹 把头扭到了一边 正因为有这么个情况 我才想叫你换个学校 不 他有点恼怒的转过脸说 嘴唇急剧的颤动了一会儿 说 你不道德 你诱惑了丽莹 对 是诱惑 他感到这个词用的相当准确 尽管这是在一本小说里看到的 副局长身子不由一挺 惊骇的打亮着眼前这个孩子 哥哥 你结婚 这是我早盼望的 以前我小 不好意思给你说这话 但是 你不应该和丽莹结婚 你不能把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这句话是书上说的 我自己再说不出 更深刻的话来 但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高老师太可怜了 还有孩子 他第一次用平等的 一个大人对另一个大人 那样的口气和哥哥说话 哥哥不言喻了 独自一个人慢慢向前走去 他跟在身后 从后边看 他的脖颈都是红的 他仍然没有回过头 说 我想我没有违什么法 语调显然充满了不愉快 是的 你没违法 但不道德 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一种火辣辣的东西 一种火辣辣的东西 开始在他的脑膛里 膨胀起来 他猛地停住脚步 一下子转过身来 悲哀地看着他 卢若勤看见哥哥眼里泪花子直转 他第一次看见哥哥的眼泪 当然不算小时候 他一下子惊呆了 他的心软了 他知道 他的话严重地刺伤了哥哥的心 但他考虑了一下 觉得他没有必要修改他刚才说的话 而且又一次很冲动地说 这样做确实有些不道德 哥哥摇摇晃晃地 靠在单杠的铁柱子上 突然埋下头 轻轻地吸着鼻子 抽气起来了 卢若勤的眼泪 也在脸颊上刷刷地躺着 他为哥哥难过 为他的不幸 为他的不道德 他想他刚才的话是有些重 但他完全是为了他好 但愿哥哥能认识到 他的话是对的就好了 他爱哥哥 他愿意哥哥永远是一个正确的人 他走过去 在哥哥的胳膊上拉了拉 温柔地说 哥哥 你别计较我的话 只要你现在想通了 事情还来得及挽救 你找丽英谈一谈 看能不能叫他和高老师复婚 哥哥抬起头来 掏出手绢 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说 我感到伤心的是 您竟然这样不理解我 我从小疼你 但你现在却一点也不体谅我 还给我心上扎刀子 我知道高广厚是个好人 但他的不幸不是我造成的 我现在是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结婚 这有什么不道德 我求求你好妹妹 你再不要说那些叫我难受的话了 我现在主要考虑 我和丽英结婚后 你在高庙怕有压力 是不是换个地方去教书 我求求你能理解我 我这也是为你好 不 他愤怒的打断她的话 我就要在那里 他猛的转过身 几乎是跑着离开了体育场 还没等卢若华回到家里 他的妹妹卢若勤就拿起了她的挂包 回高庙小学去了